《華爾街日報》9月15日報導 消息人士表示 由於中共當局在聯合國幫助北韓 並與美國發生爭執 負責監督對北韓執行國際制裁的聯合國專家小組 已經陷入功能敏煉狀態 根據《華爾街日報》看到一份草案 這個白人構成的聯合國專家小組 9月即將發布的報告發言 平壤繼續使用空殼公司掩蓋船隻身份 並採取之前報告中提到的其他策略 以逃避國際制裁 推進它的核武器和彈道導彈計劃 熟悉情況的人士說 中方不合作態度 令報告起草工作陷入困境 他們說中國政府對專家組提出的問題 呼顯了事 同時阻礙了對一系列問題的調查 包括在中國水域作業時 涉嫌參與破衛制裁的選擇信息 此外 小組中的中國專家 還在報告草案加入一些 與調查毫不相關的腳駐 以及質疑同事的調查結果 志情人士表示 他的結果是當北韓繼續施行 可導致制裁的各種挑釁性行動時 該小組在向聯合國 主要大國提供信息方面 越來越受到組內同行的拖累 平壤最近好似重啟了一個生產筆的核反應堆 並在9月15日進行了兩次短程彈道導彈試驗 一些美國官員和北韓觀察家說 這是北韓考驗拜登政府的行動 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的一名代表 也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北韓對國際安全構成威脅 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敦促制裁委員會 與專家小組合作